《爱情而已》第36集,梁树体检发现肾有问题,之后治疗得非常成功,在比赛之前,艺术工作人员一直要求宋三川拍摄宣传照,梁友安表示愤怒。 第37-38集,也就是大结局中,宋三川如何规划自己。 宋三川与梁友安经历了什么故事呢? 人生就像打网球一样,需要时刻调整自己的状态和心态。 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,我们经常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,而最重要的是怎样去面对它,去战胜它。 就如宋三川,赛前被打击,却不死心,坚持要闯过这一关,才能迎接下一关的考验。 而我们在生活中,更要寻求他人的支持与协助,正如梁友安所给予宋三川的支持与关怀一样。 在面对难题的时候,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思考,不断的去寻求答案,这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。 最后,在获得成功与快乐的时候,别忘了回首看一看,感激以前的伙伴与支持,与他们一起分享快乐与收获。 张言和罗念 张言和罗念都对宋三川很熟悉,他们想看到宋三川能够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来。 张言和罗念都对梁友安说过,宋三川的状态不是很理想,他必须有新的打算才行。 梁友安知道宋三川很懂得安慰他,可是梁友安也常常回忆张言和罗念说过的话,就是要认真考虑如何规划宋三川的未来。 梁友安也曾经遇到过职业的瓶颈,他知道宋三川也需要改变了。 蒋洁和陈可 艺术集团与顶级扣纱俱乐部展开了有效合作,联合投资的艺术网球学校开始启动。 成熟稳重的蒋洁和美丽大方的陈可同时出现在俱乐部签约仪式上。 虽然他们离婚了,并不是夫妻,但两人发现彼此仍然有共同的语言。 蒋洁和陈可都认为,商业和婚姻是不一样的。 有诚信的优秀人士因为契合度不高,可能不适合结婚,但可以考虑成为朋友,因此他们现在成为了合作伙伴。 蒋洁心情很好,还和高丽一起去钓鱼,二人的关系终于缓和了。 蒋娇娇和梁桃 蒋娇娇年轻帅气,是一个运动健将。 梁桃长得清秀可爱,和蒋娇娇相爱已经很长时间。 两人的婚姻生活渐入佳境,不是当初那样令两人感到为难了。 因为蒋娇娇和梁桃都下定了决心,认为安居乐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 于是他们开始定居下来,他们发现自从有了自己的家,生活就变得很稳定。 梁友安和宋三川 宋三川的比赛状态,因为之前的拍摄工作而大打折扣,而在比赛结束后,工作人员却执意要让疲惫的宋三川继续拍摄。 梁友安与工作人员差点吵了起来,两人只好在球场上发现。 高丽想协助宋三川打假球时,梁友安看到了男朋友暴跳如雷的样子,便终于明白这个合同必须解除。 梁友安对宋三川说,要把宋三川送到西班牙最好的一所网球学校,学习两年的时间。 宋三川接受了女朋友的建议,去了西班牙留学,一边学习一边打网球,同时和梁友安开始了一段遥远的恋情。 梁友安忙于网球学校的工作,宋三川趁着回国的机会去看望梁友安。 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,几日后宋三川就要再次离开,梁友安突然感到不舍,竟然做了一个孩子气的举动,把宋三川的行李箱藏了起来,这让宋三川看到了姐姐原来也有幼稚的一面。 一年半之后,宋三川回国了,顶级扣纱俱乐部的成员们又聚在了一起。 此时,每个人都已经有了不错的事业和爱情。 宋三川与梁友安来到顶级扣纱的球场上,两个人一口同声地说,我们结婚吧。 首先追求理想,奋发图强。 宋三川在球场上刻苦训练,在赛场上拼搏,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理想。 在工作和生活中,我们同样要坚持并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。 其次,成长和改变。 起初梁友安缺乏勇气,但当他热情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时,便活跃于顶级扣纱俱乐部,并为艺术网球学校的筹备忙碌。 在人生的道路上,我们要像梁友安那样,不断成长和改变自己。 最后,爱的力量。 宋三川和梁友安的爱情虽然经历了异地恋,分别和幼稚行为,但是却最终能够走到一起。 这是因为爱情可以让人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,也能够让人拥有更多的力量。 人生有起起落落,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理想,坚信爱的力量, 我们就能够在紧张的比赛中获得胜利,在生活的舞台上写下辉煌的一页。 你喜欢爱情而以大结局的内容吗?